鱷魚亂串害罪機 20人身亡 今年8月 这架隶属于非洲钢国共和国 菲尔航空的双引擎小飞机 发生空难 造成机上20人死亡 仅一名乘客生还 这名生还者最近向媒体透露 造成罪机的原因 竟然是一只活生生的鱷鱼 当天有乘客用旅行带 偷渡鱷鱷鱼上机 疑似要去交易 想不到鱷鱼挣脱 趴出旅行带趴趴走 下的乘客惊慌奔逃 连驾驶也怕被攻击 所有人都跑到飞机前方避难 却造成机头过重向下倾斜 最后飞机失控坠毁 撞上无人的民宅 这家出事的菲尔航空 飞安记录一向不良 还被欧盟列入黑名单 但外界一直以为 飞机失事是因为燃料不足 想不到竟是为了一只鳄鱼 就连飞安专家都觉得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动新闻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